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播客我们来凑个热闹 聊聊繁花 之前我的播客一般 一次只邀请一个嘉宾 但这次就觉得这么热闹的繁花 要热热闹闹的聊 所以这一期我一下子又邀请了三位嘉宾 第一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上海高校的艺术老师 教授美术馆里我们看不懂的单代艺术 欢迎千千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千千老师 第二位是出身杭州 定居上海的新上海人 现任上海艺术院校育科系主任 和合作伙伴关系主任 欢迎小丁老师 哈喽贝贝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丁老师 第三位是定居多伦多的软件工程师 欢迎阿花先生 嗨大家好 我是城市中一名迷途小马农 阿花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谁 你想要笑死我 好的 欢迎三位嘉宾 那开场呢 我们就先聊一聊 各位对防花的感受吧 就是你们看完这个防花之后 你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以及可能你们也跟彭彬的朋友聊过嘛 所以你们身边的人他们又是怎么评价的 那我们就从上海人千千老师这里开始吧 好的 我的父母这一代人呢 他们基本上都是挺喜欢防花的 他们一开始会觉得这个防花里面头两集 会觉得几个女主角比较吵闹 一下子好像感觉这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上海人形象 但是呢 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呢 他们会觉得几位主角的这样一个角色都是非常入戏的 非常喜欢 当然也有一部分观众年长一些的 他会觉得好像并没有把更细致的上海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或者是这种感觉拍出来 比如说因为我们前两年正好有一部爱情神话 这样的一部电影 他们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但是呢 我发现好像在小一点的969700后 他们相对来说呢 可能讨论的少一点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 还是会沉入在里面跟着剧情走 而且呢 它其实和一般我们说的这个电视剧还会不一样 因为它有很多的电影元素在里面 所以其实是每天晚上会在电视机前来追剧的 我的话 那我是在上海的外地人 我其实了解下来 我身边很多在上海 不管是上学或是打工的外地人 就是其实都还是非常喜欢这一部剧的 因为日常生活的环境的里面 就一直会接触上海话 因为上海的阿姨叔叔 其实还是很喜欢讲上海话的 或者是你去买东西 或去那种比较地道的地方 这个买菜啊什么的 那那边的这个上海人 肯定是要跟你讲上海话的 所以这个语言氛围是非常非常浓烈的 那我在一个公公婆婆和我老公 都是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 我婆婆虽然是会为着我讲普通话 但是她讲着讲着她的习惯 就会回到上海话 那你想要跟她一个更加亲切的对话的时候 你肯定是会几句上海话 会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呢 我其实也是想要学上海话 那回到说我对这部剧的感觉 就是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学上海话的一个途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是在疫情期间看的这一本书 三年前开拍的时候 我就留意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正在看这本书 我就很想要知道说 因为这本书的 现在其实出了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繁华出了一个注释版的繁华 就是把所有的文字版的上海话 帮你进行了再次翻译嘛 那我本来看的是那个上海话版本的 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内容是不太了解 或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我很想要很期待这个 互剧版的这个繁华 电视剧版本的 那我也是跟阿花先生是一样 我是先看了一个 先看了一个 不是就是预告片嘛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怎么像中国版本的 The Great Gatsby 就是那么的纸醉精迷啊 这个是和这个 我整体看书的那个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书里面会一直在讲 桶子楼里面的那些事情啊 然后它是它并不是一个那么 那么高调的一个氛围 在这个书里面所营造的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的心态 开始看电视剧以后 我的心态就改变了 我就是去学上海话 感受上海氛围 就是把它跟书分开来感受 对 我最近也问了一些身边的朋友啊 有很多不是上海人 他们就说他们也觉得 护语版是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他们就像看美剧一样 开字幕看 但我自己啊 本人 我就我也不说吐槽吧 这个剧无疑现在 已经是非常成功了 但是我就是站在 原著党立场上来说 是有点很难接受的 嗯 所以阿花可能因为原著的原因 没有很喜欢这部电视剧 秦谦老师和小丁老师呢 还是挺喜欢这部剧的哈 对我个人来说 我没有很喜欢这部电视剧 最开始的原因是 呃里面乍乍乎乎的这个 这个汪小姐 让我听的脑壳特别疼 真的脑壳很疼 我不知道这个是戏剧效果呢 还是说本来这个上海人里面 就有这样的人物 他是这样的性格的 这个王家卫其实他一开始 要把这个原著返华拍成电视剧嘛 他他看完这本原著之后呢 他让他想到了他的什么哥哥姐姐 那一代人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部电视剧拍出来 其实能够让你想到你周围的某个上海的形象 或者是呃在你上海的这个成长环境里面 你能够联想到某一些人 他其实就是成功的 当我们能够投入在其中一两个角色里面 并且能够让我们想想起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呃 上海成长经历里面的某一些片段 其实就呃是很宝贵的嘛 呃其实前面说的那些扎扎过形象 如果你是一个土生中的上海人 你会发现无论在你的家庭环境 你会在你工作环境里面呃 呃往往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就有这样一个角色 家庭聚餐的时候啊 或者是吃年夜饭的时候 当他在一个饭桌上的呃表达语音语调啊 他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甚至在工作环境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呃形象出现 汪小姐嘛 呃他其实呃这个人物塑造是非常形象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去看他 他其实是一个外堂二小体制内的啊 小样工作起的 因为我自己在体制内工作有这段经历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事情 我在教书 有一天呢 他现在就是电脑打不开了 很着急我就冲下去 到那个门房间去找那个阿姨 阿姨是一个上海人 第一次跟你陌生的时候 他是非常叽叽喳喳的 他有他自己的把自己的气势 啊又通过音调把这个气势呃展现出来 但往后呢 比如说到第二轴第三轴啊 甚至你呃下学区再去上河 他见到你他会非常客气 他会说哎 你又来上课了啊 啊这个最近怎么样 一下子感觉跟你距离拉近了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看这个剧的感觉是非常像的 一开始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你刚说那个时候 我就想起 呃电视剧里面保总去找汪小姐 其实是想要拖这个关系 去来那个开始他的那个第一次的这个外贸单子 就这个他要就是 其实那个汪小姐当时的那个状态其实就是 我也不认识你 然后我为什么要帮你 然后 我帮你撇清关系 对对对对 我是很认真的 我体制内我不能这个犯错误 对对对 就这个其实如果你没有在体制内工作过 同时你没有在体制内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海人形象 你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在里面 然后二三两次三次你刚才一说 哇他跟你关系一下好了就变成小苏州阿姨了啊 就是那个这个剧情里面的苏州阿姨跟你一下子就是拉进了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是在上海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 给我有这样的体会 所以像你们看到汪小姐这个角色就会让你想起身边的一些人 对对对 特别是在体制内 普通话翻译一遍你跟他说 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就是跟你气势汹汹的 然后第一步他不是帮你解决问题 帮你吓到 当你吓到之后你就会反思一下 你是不是自己有些问题啊 你自己有些问题你就自己回去解决 如果你还是觉得你要跟他继续下去 就缠了他会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呢态度就在那里了 那这个林子这个形象 你觉得是典型的上海人的形象吗 其实林子这个形象呢 也会让我想到的是我的阿姨 她也是在90年代出国去到日本 打工然后自己开饭店 所以我说这部电视剧它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个土生土长上海人 你周围的家里人也是在90年代奋斗过的 你很有这样的体会的 而他们的路径都很像 去到日本打工开餐馆 慢慢的在异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 所以这段经历其实让我能够 回想到这样一个片段 所以这部剧其实很重要的是 让我其实想到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那样一个人 很多回忆在这个里面 我之前有一个上海朋友 他也是住在加拿大嘛 然后他其实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说看到这部剧他觉得特别的亲切 因为让他想到他身边以前遇见了很多人 而且你想 虽然说我阿姨和林子 他有些部分当然不是一样 但是这种在饭店里面 八面玲珑的照顾各种各样的人 这种能力是非常像的 因为你看一个餐馆 或者你在海外 这个独自要去面对生活的 这个能力是很像的 这种展现出来的 这个李李这个形象 你会在你身边的人里面 想到类似的人吗 李李因为她是一个 外地来闯荡上海的这样一个人 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让阿花和 小丁老师来讲 有一段时期的氛围 其实上海会有一些排外 那一种困难可能是我感受不到的 就是如何融入这样的一个氛围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阿花和小丁来谈一谈 李李这个形象 其实在小说里是非常分满的一个形象 它有一个人物的来龙去脉 它是从北方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到香港去 最后来到上海 这其实跟我们 他这个经历呢 那跟我的我或者我周围的一些朋友 经历就到上海的经历就非常相似 那李李这个形象就对我来说 就非常贴近我们这群 从外地来上海拼搏的人 但是他的起点就很高 你知道吗 他一来就是开了一个叫自争园的饭店 这个饭店就看上去非常的高大上 但原住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饭店 他要不停的去应酬 去接触不同的人 去拓长他的人脉 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其实为什么原住对我来说就非常有共鸣 因为他作为一个刚刚到上海的外地人 他也需要拼搏 他也需要做各种设计 他去拓长他的人脉 这就跟我们就非常像 但在这个电视里面呢 我就看到李李非常高的起点 对李李这个角色我比较有共鸣的点 就是他作为外地人来黄河路开饭店嘛 就一直被原来的那些老板娘排挤 我之前在上海生活的时候 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会被本地的老上海人鄙视 然后他们会展现出他们的一些优越感 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因为很小没有感觉 但是我在高中大学之间去上海的时候 有时候去下馆子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可能就也是90年代末 那个时候其实比如说服务员啊什么的 他觉得你不会讲上海话 他还是有一点态度 但是在我201几年年代 就回上海作为一个海规 去上海工作生活的时候 我是没有感觉到的 然后我去了 我去了厌荡路的那家叫什么餐馆 这剧里有出现的 我其实去吃过那个排骨年糕 我跟一个上海朋友去吃的 然后呢当时他是讲护语 跟人家说话 然后人家他态度 那个阿姨态度反而对他不是很友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是讲普通话的 他就很热情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看个人 或者你碰到谁这种 这是很看经历的 我觉得作为外地人啊 我也是觉得就是可能近几年 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到上海发展 或者是闯荡嘛 不仅是外地人 或者是外国人 那其实上海的包容性 我觉得还是这几年是非常非常强的 甚至他们会说到 哦你是新上海人啊 就是这不是一个比试 反而是一个肯定 这个是因为可能 我工作的这个氛围吧 就国际学校这样的氛围的里面 大多数其实都不是本地人 都不是上海人 那上海人可能就是那种阿姨啦 就是就是打扫卫生阿姨 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跟你聊天 他就是用上海话跟你聊天 然后他知道你只讲普通话以后 他也是非常肯定你的 特别好 像以前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 就会说上海人很有优越感嘛 但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是 慢慢在进步 然后整个风气都在改变了 然后除了李李之外 其实这部剧里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外地人 就是范总 你来说范总这个形象 其实也是蛮真实的对吧 我当时看范总的形象 我就觉得他有点太夸张了 然后呢 有时候好像想搞笑 但其实对我来说我笑不出来 觉得有点太戏剧了吧 因为范总的话呢 他尽可能 因为他做神秘们 他融入这个环境 这个说话的语言里面 一部分是上海话字眼 然后一部分是普通话 像从小 比如说我们去看老娘舅 这样的一些上海这种情景喜剧 会有大量这种情节 是关于外地人到上海来闯荡 然后有这样子 有调侃这种语言上面的片段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其实范总他演得很好 然后呢他是很有表现力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觉得搞笑归搞笑 但是对于范总 我就是不太认可 因为杭州普通话不是这么讲的 而且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杭州人 就是非常抵制范总 就是一直是在说 他的口音就已经是苏北口音了 就是上海杭州口音的普通话 不是这么讲的 但是后来我也有看到说 就是很多人他来 因为来上海做生意嘛 他会不自觉的又带着上海的 模仿上海的这个说话的方式 所以他就是有一些可能不伦不类 对对对 你又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太好讲 也是工作环境里面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外地人跑到上海来 慢慢学着上海话会讲 然后呢现在的表达 基本上出口就是上海话 但是你一听就知道他是杨金邦 但是他是很融入 而且现在他很融入在这个整体的上海的 或者是说公司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就是说你能看到有这样子的人物形象 那除去人物形象 你觉得这个场景的还原啊 美食的呈现上是不是也很真实 其实他场景不多的嘛 其实就是主要黄河路 如果你现在去黄河路看 肯定没有像电影里面那么的 反华因为已经萧条很多了 但是你如果你夜里你去黄河路或周边去逛 还是那个整体氛围 然后像排骨年糕啊这种 其实就我有记忆的这个来讲 其实都是放学之后 学校能够有个摊 摊里面给你用一个塑料的一次性杯子里面 放排骨年糕 这样子的一个记忆 就是 我看电视剧里那个排骨年糕的店也是挺接地气的嘛 我当时看这剧的时候 其实我就一直流口水 就很想去加拿大这边找点好吃的 然后找找江浙户的这些小吃再去尝一尝 我那天看到小丁老师发了一个泡饭是模仿保总泡饭做的吗 其实小的时候吃泡饭就是我不知道上海人在我们杭州人的话小的时候也会经常吃泡饭 其实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搭配 所以刚才你说到美食嘛 就是我觉得美食或者是你们现在在加拿大 美食就是中国人中国味嘛 就是很能够让你想起故乡 想起家乡 所以那天我们吃泡饭的时候 就或者是看反话 看到这个泡饭的时候 我觉得马上就是想起家的这个感觉 想起小时候的感觉 其实聊下来我能感觉出说 这个玩家卫对上海的这个场景也好 美食也好 人物形象的这个设计也好 它其实都还原的还不错 但是比起原著来说 它其实改编的非常多 那看过原著的小丁老师还有阿花 比如说你会更喜欢原著营的人物设计呢 还是会喜欢电视剧的这种改编过的人物设计 就是胡歌塑造的这个宝总形象 就是非常成功人士 而且他有一个野书 但是从原著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阿宝的形象是非常的丰富和丰满的 所以我更加喜欢阿宝的在书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对 其实在原著里也有一个耶稣 他的形象特别猥琐 就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这里的耶稣 这个剧中的耶稣就是非常的正派 非常的有手段 他为了做成事情 各种老谋深算的那种感觉 怎么培养阿宝成为宝总 这种都是让人印象很深刻 电视剧跟原著本来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那么电视剧那么成功呢 我其实是挺开心的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已经开始用繁华来学习上海话 然后在这种环境下 特别是小朋友们十几岁 甚至几岁小孩子都已经不说上海话的前提下 如果能引起过学习护语 学习地方语言的这种热潮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话说回来呢 那么上海市对我来说 上海市由每个普通上海人构成的 对于这部剧最大的那种意见 就是说这部繁华的原作 它是比较偏苏州河的 但是这部剧呢 明显是讲的是黄浦江的故事 那么这种差别呢 那是很大的 就是一个是阿宝 一个是宝总 那么这里面包括股票 这原作理都没出现过 原作理是出现过邮票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舍弃了六十年代的故事 直拍九十年代的故事 那么六十年代故事其实也是很精彩的 就是阿宝这个人 在六十年代 他是怎么过来的 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那其实这个有很完整的交代的 我也很同意丁丁刚才的说法 我很喜欢原作理 这个阿宝这个很锋芒的原作的形象 原作理他阿宝是有三个好 是有两个好朋友的 就是沪生跟小毛 我尤其觉得遗憾的是 小毛这条线没有了 因为在剧中呢 只有一些从外地到上海打拼的人 他们是比较底层的 而实际上在上海 就是上海人里面 在苏州河畔也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很底层的 他们就是工人啊 他们就是一些普通人 不像阿宝 他爷爷就是个大资本家 然后他有个哥哥在香港 他做生意各种便利 对不对 他甚至做个外貌 还有个耶稣在后面当军师 那普通人呢 我很想听普通人的故事 其实如果王家卫先生 能够把普通人的故事 能够拍出来 会引起更多上海人的共鸣 我就觉得这个 现在有一个传言 就说王家卫要拍 繁花的电影版 那么我想跟王导说 你既然剧集 已经这么聚焦 保重这条故事线了 那你电影呢 能不能拍一些 就是普通人 或者一些像 互生这样的 比较中间的 这种上海人的故事 包括我最感兴趣的是 原著里面 陶陶的那些小故事 虽然他很猥琐 有很多这种 现在看来 很多 你觉得政治不正确 或者说 他不正能量的事情 比如说婚姻上面 他的出轨 他在市场里 看到的那些市场里的 那些精彩的 市景故事 其实这个都非常的上海 因为作为一个外地人 我说定义他非常上海 就是我对上海的感觉 就是他其实是很有市景气 很有烟火气的 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 就是要求啊 你如果翻拍这个小说 或者是这个原著 你一定要百分之多少来还原 因为我觉得在看书的时候 因为它是文字嘛 你对文字的感受 你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想象 那不同的人 他就有不同的想象 我觉得这个是 作为看书的人 看书的受众 会非常enjoy的 那电视剧的话 我觉得电视剧的受众 也是不太一样的 像我们的 我的公公婆婆 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没有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 或者是他不一定有这个习惯 一定会先去看一本书 但是他可以在忙完了以后 去看电视剧 所以他电视剧可能就要求说 他更普通老百姓 他需要更加高调 需要更 就是让你马上就能够带入 然后能够有感受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是电视剧的特点 那还有个部分就是 讲到因为毕竟是王家卫 王家卫是一个电影导演 对吧 我们之前看的更多 更多是他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电影的受众 就是也是不一样的 跟电视剧或者是小说来比 因为你毕竟是 进到电影院里去看一个 而且电影的时长会很短 跟电视剧相比 电视剧你可以每天 就追个一两集 那我觉得因为受众的不一样 可能在那个特定群体 大家期待也都是不一样的 我非常同意 就是小说其实是个小众的东西 然后电视剧是个很大众的东西 其实小说里面 那个时间线的跳跃 是比现在看到剧集要 幅度要更大的 所以它其实中间 还有一个舞台剧 其实有一个繁花舞台剧 它也没法做到说 我把繁花变成一个完整的舞台剧 结果它给它分成 现在舞台剧分成了三个时间 三个线 一个是阿宝的线 一个是护生的线 一个是小毛的线 因为这原作里面 故事就是这三个朋友的故事 所以呢 我非常理解说 电视剧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难 说如何把这个小说拍得很完整 它就选择了一个切入点 就是阿宝成长为宝种的切入点 我觉得这也是未尝不可 挺好的 这样一想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 繁花的影响力 跟现在有这部电视剧相比 那肯定不是 这是一个现象级的差别 而且就是处理大众文化 和处理高雅艺术之间 开始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王家卫他挑战这一种 就包括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他一开始电视剧里面 会比较夸张 有可能其实是 电视剧里面有一集嘛 不是这个汪小姐和宝总分开了之后 不是去要去抢那个牛仔裤订单嘛 然后宝总说 我这个想 我还是就是在 好像是94年的那个元旦 晚上他说 因为晚上我还是想不出 为什么汪小姐要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 但是呢有可能是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汪小姐了 所以呢其实对王家卫来说他也是 就是如果我们用电影的 原来拍电影的王家卫去看繁花 可能会觉得 这个繁花卫怎么变味了 然后呢 就其实他也在变化 他也在处理这个当中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看这部电视机的时候 可能会带着一种预设 因为他是王家卫 对他有一个期待 对对对 我在看的时候 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王家卫的他的那种拍摄手法 他那些画面很容易让人想像荣幸森林啊这种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我看的过程中 我前面几集看的时候 说哦这个王家卫的这个感觉特别强 但是我看了几集之后呢 我就觉得哎这个会不会太多了 对 就是不断地有这样的画面 然后不断的是这样的配乐 然后会觉得审美疲劳的感觉就出来了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有可能你之前看的是电影 因为再多我就看两个小时 现在你会发现你每天看两集 每天看两集 哎怎么这部电影让你连续看了这个 二十多遍三十遍 就不要看了 对你也会这种感觉是吗 会有审美疲劳 会有一些些 但是呢就是 还是会被他这种电影语言的这种感受带入的 还算是有很强的这种带入感 其实我可以来讲一下其中的 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片段 因为他其实这部电影里面 用到了很多就像你前面说的这种 王家为自己的拍摄手法 我自己的体会是他有两种空间 一种空间呢是流动式的 这个像意识流一样 那还有一种空间呢 它是一种非常固定的静态的 因为我们以往看电视剧的时候 不太会看到有那么多的意识流的画面出现 因为它更多是在艺术电影里面会有的 我其实可以讲一下 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 27集的宝总和李李之间的这样一个片段 宝总一开始呢 他就坐了一个13路公交车 从开始坐上公交车 这个镜头对着13路那个标牌开始 整个镜头就开始晃了 从海门路啊 长寿路万航渡路等等 然后呢镜头都是晃的 从白天晃到晚上 它其实就是在描绘 就是宝总从一个站坐到另一站 但是呢 这种流动性的这种空间 它其实是把白天黑夜 不同的地点混在一块 有点像你比如说你平时散步的时候 你在那边走着 但是你的想法你开始放空了 思绪开始乱窜 没有这种空间和时间的限定了 宝总经过这样子一段 跑进了一家这个火锅店 现在好像吃火锅也非常有名 在上海 然后他碰到了那个落单的这个李李 两个人开始要吃一顿开年饭了 然后呢吃火锅 其实他这个片段包括灯光 有点让我想起火锅贤拍的海上花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一边吃一边聊天 那像这种场景 他就开始用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场景了 就是一个火锅 一个点 然后呢一个位子 两个人开始拍 边吃 宝总就开始回忆他的过去的初恋了 这个片段里面 李李和宝总都在回忆他们的 宝总应该是初恋 然后李李我不知道是不初恋 就是之前的一段情感 A先生 对对对 A先生 宝总他在这边叙述的时候 其实音乐也是蛮重要的 边说的时候 马悠悠的这个晚宴这个音乐就进来了 因为我之前其实蛮喜欢这一首音乐 所以带着音乐 然后呢宝总就开始回忆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又是一种流动的空间了 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个靖泰 他当年和他初恋的这个火锅 大桌子那个火锅一个空景 有那个烟在冒 然后慢慢 因为后面有两扇门嘛 再接着告别厅的两扇门 然后因为他要去跟他告别了嘛 这个画面都是非常平面的 包括你会发现这个宝总打开 在告别门的瞬间其实是从背地的那个遗像里面 一个小角落出来 就是很像这种不同画面这种拼贴 把这种时间和空间给打算了 然后呢最后再切回吃火锅的一个片段 其实两个人呢都有一些些不想就不说话了 然后呢这个莉莉蒙了一杯酒下去 然后进去就往上走 那个拍那个火锅在烧的火 然后这种声音 就给了观众其实很多在想象的空间 然后呢 然后这个画面一下 再切到了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舞台剧的一个楼梯嘛 就莉莉的家 家楼下 有个楼梯 就这个场景 就是高热观众 他俩得分掉扬镳了 他俩不是一路人 在那个场景里面 他这个场景呢 不是像之前那种流动式的 一直切换回忆 然后呢 莉莉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然后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 把这个莉莉他的这种 现在和过去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 其实在拍莉莉的时候 场景没有变 完全靠语言 然后呢 两个人最终 你其实能够看到 这两个人这种关系是 互相有情感的 但是最后分道扬镳了 就是说 还是不是说 预期到他们俩要在一起了 其实把人物塑造的非常丰富 就是把两个角色 这种多面性给呈现出来 这个其实是我在看这电影中 非常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身上都有这种多面性 或者这种暧昧模糊的 不是边界很清晰的 都有互相交错的这个地方 这个我觉得是 王家威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不告诉你 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 那么你可以作为观众 自己去想 其实你觉得 他的这种手法 其实跟以前他们拍 重庆森林之类 应该是有一致性的 是一致性 就是他不会把每一个角色 黑白分明呈现在你面前 他会把角色和角色之间的 关系处理的 让你有这种想象的空间 有留白 对对对 其实就和那个我们说 上海说不想是一样的 就是说想了之后 你就得说 说一个明确的确定的东西 但是不想了之后 你就留出想象空间 比如说跟你很好的朋友 你在聊天 交流的时候 谈到某些话题 确实就双方谈到一个点 就都不想 喝个饮料 这个可能会持续 比如说五六分钟 然后突然再接下一个话题 会是这样 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它是到处都有不想 据说出现了一千五百多次 刚才千千分享的这一段内容 我对那个楼梯上的片段 非常的印象深刻 为什么呢 它为了突出这个重点 突然进来一个音乐 我就想 它是什么事情 就是它是有一定张力的 但是呢 给我的印象就是有点过度戏剧化 其实音乐这部话 还可以再聊一聊的 就是说 一开始玛丽的音乐进来 是让你沉入的 在进入保种的那种感觉里面 非常投入 好像他俩就要在一起了 然后突然 然后他有一个 让提醒你 抽离出你前面那个想象 特别是电影里面 它很重要 就是说导演先给你一个预期 让你按照他的思路想 然后打破你的预期 让你抽出来 这里其实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让你出来一谈 我原来想不对 他们并不是要按照 我想象的走向走 然后突然再给你一个 往上走的一个镜头 往下拍 一转 然后告诉你 跟你想的不一样 另外一个是 他的音乐运用的比较多 结果我发现 我看的那几个片段里面 他就导演就大量的 使用了这些音乐 你知道这些音乐 90年代音乐 对我们这个80后90后 可能90后末期的人 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对我们80后来说 那些音乐都有 他很特定的含义 一下子就会把某种情感 给烘托出来 或者是把某种内心的感觉 给吸引出来 然后加在这个剧里面 导演走了一个 这么一个捷径 那么据说他买了57个 这种音乐 所以我觉得他用的有点多 然后以至于我有点麻木了 最后呢 刚才我们讨论那个场景里面 那个音乐突然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惊讶 所以可能在一个电影里面 只有在最高潮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 有个音乐进来 然后轰托 一下子把每个人的情绪 轰托到高点 但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它就是常常会出现 是这样 就这部剧里面 有好几次的这种预设 然后呢 要把这种 很真情流露的片段 先烘托上去 啪 然后在一个高点 马上给你一个 非常上海式的搞笑元素 去把转化掉 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我们上海人的生活里面 会有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 或者周围的 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就是说当我们 很真情的 在表达的时候 下面的人去怎么 去接合回应 或者说我们上海人 用的这种方式是 用一种 有一点点夸张的去 我们上海话 我刚刚粗矣 就是吐槽 或者去搞怪他 把他那种 很真情流露的东西 给打破一下 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 他是非常真心的 只是但是不知道 怎么去接了 因为你太真心 要流泪了 你知道吗 要流泪了 然后大家就不知道 然后就马上用一个 非常好怪 上海式的幽默 把他给接住 然后接出来 然后到下一个情节里面去 就这个电影里面 让我感觉 有这个东西在 有没有发现 这个其实也是 前一段时间 港剧流行的 比较流行的这种桥段 就是他会倾向于 把一些严肃的情感 在最后通过搞笑来交解掉 然后我觉得 我一个人呢 就带着 虽然他是香港的上海人 他就带着很明显的 旧港片时代的那些遗迹 在这里拍片子 包括你前面 我们提到的那个卢美玲 他很多上海人说 我们上海可能不会有这么一个 这么彪悍的人 就是有一些人 可以一只手指着天说话 这种事 但是在香港电影里 你就会看到 比如说包猪婆啊 这种形象就 是的 很明显的 他是在 一个香港上海人的世界里 挑选了一些人 是的 既然我们聊到这里的话 你觉得下一集 比如说这个剧集 如果继续开发剧集的话 它应该叫什么 叫做防花浦东大开发吗 最后那个宝总 是拿到了浦东的 一个大块地是吧 对 这个 他拿到川沙那块地 对我们新上海人来说 浦东比较熟悉 你知道 上海 就是上海人的话 不怎么想去浦东 但我们新上海人都在浦东 所以呢 川沙离我们住的地方 也挺近的 所以 后来说 迪士尼是宝总的 所以在里面 在接下来那个时代 在地产时代 宝总也能独占 熬头 独领分烧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整部剧 前面出现的那些地名 我全部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到最后一集 他出现了川沙 太有共鸣了 说到共鸣的话 你说川沙有共鸣 我刚开始读那本小说的时候 我在昌平路上班 所以那个前面讲的 沪生小毛 他们住的地方 就在我上班的地方 然后我那个 静安 什么静安 现代产业园 一出来就苏州河 所以 所有地方都对上了 我就看着非常有感觉 所以这种生活经验 跟 无论是文学作品 还是影视作品来说 它的交集就非常重要 就很能引起你的共鸣 如果你有生活经验 去看这部片子 会不太一样 对 对 我能想象 就是我前面 就是当我出现川沙的时候 我一下子那种情感就出来了 我就发现 原来 上海人为什么喜欢这部剧 因为前面可能每个地名 每个美食 然后出现的每个人物 可能都会让他 不断地想起他以前 他们的过去 他们的曾经 所以他们会那么的喜欢 然后他们互语的使用 对你们的感情代入 也会非常强烈 对吧 是这样的 因为电影或者 电视剧里面用方言 这个其实很早 从1940年代 50年代的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开始 就对于电影 有这样一种革命 因为头衔 它其实是一种写实 一种真实 当时在意大利 在拍电影的时候 就是用真实的场景 来做拍摄的 它不是打紧的 那同时 所有的演员 他就是用方言在讲 那么其实这一层 当我们在看外国片的时候 我们不太容易体会到的 现在有这样子的一部片子 它电视剧 用互语来讲 就这个层面 情感维度上面的体验 是非常丰富的 它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你们看这部剧的过程中 有没有特别牵动 你们情感的这种金剧啊 因为刚才前面在聊野书这个人物嘛 就是感觉 王家卫在电视剧里面 赋予野书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直 来总结一些 或是讲出一些 自然而言 讲出一些人生道理 或是金剧 或是心灵鸡汤 有的时候是关于情感的 有的时候是关于 这个做人的 有的时候是关于 这个做生意的 所以那天我是在看 好像是马家辉的 对于这个繁华的一个评论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很聪明的出版商 可以出一本这个野书语录 应该会蛮卖座的 就是说 就是整体感觉 在故事线的书里的里面 野书就是这样一个 一直讲金剧的一个角色 那我讲一句好吧 一开始第一两句里面 野书教保总做生意 他说 男人有三个钱包 第一个钱包呢 就是你有多少钱 实际有多少钱 第二个呢 就是信任 你能调动别人钱包里面 多少钱 第三个呢 就是你看上去有多少钱 昨天因为我们刚好看的 二十八集嘛 然后二十八集是 野书又回来 再看了一次保总 那个时候 他在进电梯之前 就跟保总说了一句 退后一步 应该是说了两遍 退后一步 我觉得这一点 算是一个金剧吧 嗯 那么我的 对我来说 这个剧里最 印象深刻的金剧就是 他说 我不知道剧里有没有出现过 但书里有这么一句 他说上帝不想 向一切全由我定 其实我这个 我觉得这一句呢 他很好地解释了 不想的 这个原因 就是 是不是不想 上帝不想 你就 是不是 一切都全由你定 不是的 不想是非常无奈的 有时候我没有答 我没法回答你 有时候是 我觉得我回答了也没用 就是一种 非常无力的 这种感觉 你这个 好像跟 他电视剧的最后一集 结束的时候 那个阿宝他说 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 你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 过去无所不在 遇到过的人 发生过的事 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 呼吸心跳 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一个春天 会开出简的花 也知道在秋天 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但我们依然会期待 下一个冬去春来 防花似井 世子之心常在 天在看 人不想 这是他 阿宝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对着他那一片 穿纱的 那个一片黄金地 就念出了这么一个旁白 可能你 阿花先生刚才说的 这个书名的话 可能正印了他这段话 现在看人不想 距离有一点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他 虽然他跟原著 已经完全关系不大了 但他常常引用 原距离的话 而且把它打在屏幕上 然后我听说 这个剧播出以后 金玉成先生的 这个防花 加印了十万本 都不够卖了 我非常开心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 去抽出时间 去看一下原著 我觉得原著是 可能是最近我看过的 中文小说里面 最好的词 对对对 我打算再去看一遍 我也打算再去看一遍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播客 就录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防花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不管是支持的 还是反对的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来分享你的观点 谢谢清清老师 小丁老师 还有阿花先生 今天抽出 这么宝贵的时间 来参与这个播客录制 谢谢 拜拜 谢谢贝贝 谢谢阿花先生 拜拜 小天天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